这是一座精密的太空梦工厂 无数精巧的仪器和零部件 位置成一颗颗璀璨的星辰 这里就是格斯航天G60卫星数字工厂 卫星互联网将在6G和新一代通信服务中 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个领域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马斯克的SpaceX了 SpaceX目前已经成功发射了6000多颗星链卫星 而我国的商业航天在该领域 也拥有自己的星链计划 中国企业正在携手工件G60卫星互联网 这个网络将有12000多颗小卫星组成 我们所说的卫星互联网 其实也可以说是跟地面的互联网有一些类似 而我们在空间上去部署这样的一个互联网 其实也是更好的更国际化的 去打通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互联互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网络来进行偏远地区的上网 大家在飞机在远航的途中能够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进行通信 我们现在目前主要还是已经有人信念 总体上还是满足我们国内 现在目前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方面的一些应用 和相关后续的一些部署 大概会有一千多个星 陆陆续续地在这里会发射 规划有两条卖动生产线 它基本能承载整体每年500颗卫星左右的产品 工厂目前已经是正式投产了 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身后的生产线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给用户交付产品了 今年我们预计要交付70颗互联网卫星给到相关的用户 在国内的交付量 我们说产量应该还能实现国内第一的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制造一颗卫星 它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因为卫星整个行业 它还是属于相对定制化的行业 它对于用户提出的需求 我们要进行定制的设计 开发定型验证 而当一个产品定型之后 根据用户的需求量 我们会进行一个生产 生产过程其实就分为三款 第一款是叫装配 然后进行一个组装 在组装完成之后 会对整个性能进行一个检测 因为我们知道卫星在太空中间 进行这样的一个应用 它其实需要经历了非常苛刻的 这样的一些空间的一些环境 所以我们要在地面上充分模拟 卫星在空间中间的这样的环境 同时卫星其实在空间中 要服役五到七年这个时间 所以对于产品的可靠性来说 还要进一步的增加 这样的一些可靠性实验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系列 完整实验之后 一颗卫星才能真正的交付到用户身上 我们国家在做 北斗导航卫星的时代 它其实跨度的周期很长 少则两三年 多则其实是五年十年的过程 而现在到了新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生产模式的变革之后 我们基本上需要花大几个月的时间 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产品研发到定型 而后续生产卫星 其实最快可以是一到一点五天 就可以交付给用户一颗卫星 这个基本上是八到九平米的 这样的一个翻版 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卫星 要提供更大的能源的供给 所以它现在基本上的翻版都会比较大 那它到时候会全部都收起来 对 它会收成一个 只有大概不到五厘米的这样的一个薄片 这么大收到五厘米 对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由展开的方式 最后在太空中形成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是之前我们觉得卫星好像是国家队的 和传统的国家队相比 就我们在这种商业航天 就有什么样的不同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传统航天 其实更注重的是产品可靠性 任务的万无一失 所以在从细件的选型 到一些冗余辈分 和到一些就是最终的这样的形态上面 其实更多的还是以一些高可靠 为最主要的目标 所以在一些高可靠的 我们说大锅重器的这些产品上面 其实对于这个方面的考虑会比较多 所以它在成本方面 其实更多的成品的敏感性 和我们叫可靠敏感性方面 更偏右侧 那成本大概是多少吗 现在卫星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 每颗卫星大概在1000万左右的 这样一个量级 当然这个目标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往下做 希望我们能把每颗卫星 做到几百万左右 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降低成本 更多的还是工艺创新 就我们会采用更多的 这样的一些工业化的工艺 比如说在结构的铸造工艺上 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 可以进一步的把卫星 逐步的转化成一个工业化的产品 而且价格会逐步的 会和工业化的产品 会进行一个逼近 进入到这种 就是市场化体系里面 更多的其实是以产品为中心 航天因为作为 就是说我们 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四级 空间必定是在每个国家 在未来都需要去开发 去利用的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有更多的人去参与 通过更低的资源配置 能够形成更大的效能 其实对于我们国家 在未来的这个空间开发 这个方面会更加有利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 就是商业航天 就是SpaceX 就我们跟他们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其实整体的商业航天 的起步可能会比美国 稍微晚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个行业因为中国的 航天的人才也非常多 所以在放开之后 这个事情上面 有更多的创业型人才 加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 我们知道中国 其实作为制造业的大国 它其实在制造业的 这个方面来说 还是有非常抵运的 应该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我们应该能跟 美国的商业航天 进行一个并跑 甚至我们说 在部分的领域里面 还可以起到一个 领跑的作用 我们国家商业航天 其实从15年开始吧 陆陆续续在进行发展 特别是今年 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上 把商业航天作为 新的占星领域这块 其实已经表明了 我们国家在 对于空间 外太空开发这个层面上 希望商业航天 能成为非常主要的 一支力量 去做这件事 其实国家在这个大的方面 还是非常支持 这个事情 其实上海 作为我们国家的 这个航天产业 非常扎实的 刚才说的基地板 我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吧 上海一定会成为 整个全国的商业航天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点 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些产业的一些 营商环境的一些优势 结合现在目前有一些重大的一些 新作项目的一些牵引 那上海必定能够在3到5年之内 能够进一步的引领全国的航天发展 以及商业航天的发展 随着格斯航天G60 卫星数字工厂的蓬勃发展 我们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在未来 这里每1.5天左右 就能够生产一颗卫星 这样的生产速度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前所未有的 卫星互联网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它将如何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随着G60卫星数字工厂的全面投产 和更多商业卫星的陆续下限 它们将在天空中编制出一张巨大的通信网络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 也将共同构建一个更加互联互通的世界 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 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 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